我妈为了给我地攒钱,把我卖给了隔壁村的村长儿子,配因婚,夜里,被称为长老的男人以检查为由,咄咄嗦嗦地解开了我的衣服,就在她试图侵犯我的时候,有人拧了她的脑袋,弯了她的眼睛,原来,这屋里不止我一个新娘,我被我妈用两千块卖给了隔壁村,配因婚,你弟弟将来还要结婚娶媳妇呢?你是当姐姐的,为她付出点也是应该的,她不顾我的意愿,将我绑上了花轿, 眼神冰冷,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儿,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嫁给了村里的老光棍,换了点彩礼钱,一个仕途逃跑,被打断了腿,卖去了其他村子,如今,为了那个不学无术,贪吃又嘴臭的弟弟,我娘将最后的算盘打在了我身上,两千块,就买断了我的命,锁那声稀稀拉拉地吹了一路,把我送进了新房,透过盖头的缝,我看见脚边正停着一具棺材,那里面躺着村长, 她的尸体已经腐烂了,一个月前,石塘村村长的儿子坠牙死了,被发现的时候,她浑身赤裸,摔得脑浆都出来了,有村里的姑娘指认,是她想要侵犯自己,拉扯间才失足坠了牙,那护人家的爹妈赶紧站出来捂住了女孩的嘴,他们点头哈腰,一个劲地给村长赔礼道歉,可没多久,就传出了女孩溺水的消息,村长请了长老给他们配因婚, 成亲前一晚,女孩的棺材却起了火,连带着新房一起烧了,长老掐指一算,说是八字不合,得换个女人,不知道中间换了人没有,等消息传到我们村时,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妈偷偷教了我的生辰八字,一番筛选下来,他们选中了我,门口传来了两个男人的声音,长老,那姑娘到了,就在里屋呢, 您看什么时候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早点配了吧,我儿子他停得太久了,太遭罪了,催什么催,因婚我都配了多少年了,天时地利人和,一分都差不得,你先走吧,我现在就去检查一下那姑娘有没有什么问题,门被推开,有个人走了过来,他掀开我的盖头,是个约莫五六十岁的老头,用粗糙的手掌在我脸上摸了一把,你们这村子水土真好,养出来的姑娘都水淋淋的, 他凑近说话的时候,嘴里散发出让人作呕的烟臭味,我皱了皱眉,别过头去,没敢吭声,他突然解了裤子,哆哆嗦嗦地去扒我的衣服,来,让叔叔检查一下,值不值那两千块,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要做什么,拼命地向后挪着,但手脚都被绑住,根本挣脱不开,他将我扑倒,拱着嘴,想要舔我,手也哆哆嗦地伸进了我的礼仪,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却感觉身上突然一清, 只见他瞪大了眼珠子,整个人被一股力量向后拽去,一双惨白的手攀上了他的脖子,咔嚓一声,他的脑袋被拧了下来,由于速度太快,他甚至没来得及尖叫,就死了,我扭着身子,靠着床沿,爬坐起来,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一个身穿喜服的女人,正蹲在地上,抱着那老头的脑袋, 他长长的指甲插进了他的眼眶,用力一弯,就将眼睛掏了出来,随后,他又把眼睛送进了嘴里,开始咀嚼,我惊恐地咬住嘴唇,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可他却缓缓地抬起了头,一张脸白得渗人,额尖点着一抹红,脸颊上也涂着两坨很大的腮红,看上去不像是活人,倒像是扎出来的纸人,他看着我,眼神空洞, 突然,咧开嘴,笑了一下,大张的嘴巴里,还咕噜着那两颗眼球,四周传来了稀稀缩缩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爬,我转头看去,不知从何时起,从角落处爬来了很多身穿嫁衣的女人,她们盖着盖头,看不见脸,指甲挠在地上,发出了刺耳的声响,只见她们迅速爬过来,将那长老的尸体团团围住,很快就分尸干净,然后齐刷刷地抬起头,看着我, 即使隔着盖头,我仍觉得浑身冰冷,毛骨悚然,门外传来一丝亮光,是村长过来了,她推开门,满屋的新娘瞬间消失不见,那杀了长老的女人,化作一张薄薄的纸人,钻进了我的裙摆下方,长老去哪了,空气中蔓延着血腥味,脚腕处那纸人正紧紧贴着我,长,长老出去了,村长深深看了我一眼,又打量了一下四周,没再说话,离开前,她在屋外锁上了门, 屋子没人了,一切又恢复了宁静,脚腕处突然传来了一抹良意,那纸人不知何时摸到了一枚刀片,颤颤巍巍地从我的裙摆下钻了出来,她又变回了那个诡异的新娘,握着刀片朝我走来,我吓得紧闭双眼,刀片没落在我身上,反而替我割开了绳子,什么情况? 这纸人似乎是在救我,没了绳子的束缚,我立刻起身,冲到了门口,屋外却燃起了大火,火势愈演愈烈,村长竟是要把我烧死在这,她疯了吗? 她儿子的尸体还停在这里,我拼命砸门,回应我的只有听不懂的咒语,指新娘变回了薄薄的纸,蜷缩在地上,我试图寻找出去的路,这才发现窗户都是封死的,看来今天是没命出去了,我爹坐在地,不知何时,脸上早已不满了泪水,要不是我妈偏心? 我怎么会沦落到活活被烧死的结局?从小到大,别人眼中温馨和睦的家,在我看来,简直比坟墓还可怕,我爹是个酒鬼,也是个毒鬼,每次打麻将输了钱,都要解了皮带,狠狠地抽我妈,她抽累了就去里屋呼呼大睡,我妈撑着身子起来,看向我们几个姐妹的眼神充满了怨毒,我爹打她,她就打我们,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怎么睡过好觉, 有一次被村里的小孩骗去了坟头,在那过了一夜,与我而言,却是难得安静的晚上,冬烟充斥着鼻息,我脑袋晕晕沉沉的,临死的时候,突然迸发出了滔天的恨意,为什么我要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要这样白白死去,也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力气大了很多,我带着满肤怨气,狠狠地踢了一脚那口棺材棺材底下,咔哒一声,床下突然打开了一条暗道,里面黑漆漆的, 不知通往何处,我连滚带爬地钻进去,下去时,顺手戴上了那个纸人,他救了我一腻,现在我也救他一腻,纸人不知为何,很是虚弱,他钻进我的袖子,趴在我的胳膊上,一动不动,我摸着黑,一直往前跑,不知道跑了多久,筋疲力尽时,才看见了一丝光亮,暗道的出口是一个小院,小院内的屋檐上正亮着一盏灯, 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屋子,是村长,我悄悄蹲下身子,尽可能藏住脚步声,然后慢慢地朝窗岩挪去,只要绕过这里,就是大门了,屋子里,村长在和另一个男人讲话,那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沧桑而疲惫,死干净了,死了,火烧得那么大,那东西又陷了身,活不了的, 大拳也死了嘛,应该是被吃了的,他管不住裤裆里那玩意,死了也活该,你儿子停了那么久,就为了把这东西引出来,你心里不会恨我吧,三哥,你这是什么话,那东西不死,石塘村的人就都得死,我拎得轻的,屋里的男人重重咳了一声,你明白就好,我年纪大了,那些阴损够当干不来了,以后献祭的事,你自己注意点分寸,再出差错,我也就不了你,关于石塘村献祭的事, 可是,我是知道一些的,石塘村位置偏僻,三面环山,土壤质量极差,基本长不出什么庄家,是个十分穷苦的小山村,后来村长上位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方式,地里居然能长出庄家了,村民喜出望外,渐渐地却发现了不对劲,村子里总是会陆陆续续的,有年轻女孩失踪,谣言欲演欲烈,他们说那些姑娘都被抓去,活埋在了庄家地里,这叫献祭,难道说 因婚只是个幌子,他们的目的其实是献祭,那他们口中的东西是什么,该不会是那个指人吧,三哥放心,我晓得的,他们谈话结束,村长披上外套,从屋里出来,离开了这里,他离开后,我胳膊上的指新娘突然动了动,吓了我一跳,后背传来了丝丝凉意,我心里咯噔一下,缓缓转过身来,只见身后的窗不知何时打开了一条缝,屋中那个叫做三哥的男人就站在窗前, 一双只有眼白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我攥紧了脚边的一块石头,慢慢起身,他却突然开了口,我就知道王翔办事不靠谱,还说什么烧干净了,这人都已经站到我眼前了,原来他竟不是个瞎子吗,我攥着石头的手更加用力,随时准备砸向他,他却不急,拿起一旁的烟斗,巴哒巴哒地抽了起来,进来坐吧,我们谈谈,谈个屁,一个两个都想要我的命,我又不是傻子,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我拔腿就跑,直奔向大门,十分钟后,我又一次站在了窗前,三哥依旧保持着抽烟的姿势,鼻子轻哼了几声,似是在笑我蠢,该死的,这石堂村莫不是鬼打墙了,进来吧,谈谈,他再次开口,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了进去,屋子里灰尘很大,只有一张破旧的床和两把椅子, 但那面黑黄的墙上悬着的一柄铜箭,却格外醒目,大全给我看过你的生辰八字,你是柳家村的,叫春花,对吧,我没承认,也没否认,他也不在意,吸了一口烟,自顾自地说着,你刚才应该听见我和王翔说的了,村里出了个女鬼,那东西是个硬茬子,除不掉它,所有人都得死,你刚从火里捡了一条命,应该不想再去死吧, 听到这,和前面的串起来,我已经明白了几分,我胳膊上的纸心娘,就是他们口中的女鬼,这老头现在是想让我把他交出去,除了他,你想让我帮你,那得先告诉我怎么离开这,他突然笑了,一不小心被烟枪住,咳了好半天,年轻是好啊,脑子转得够快,是个聪明丫头,那东西受了伤,就藏在你身上,你把他交出来,等我除了他,就放你走,少放屁,你根本就没想过让我活着, 有本事在让人放一把火,你和我一起死在这,我气得站了起来,三哥放下烟斗,指了指大门的方向,你不是试过了吗,出不去的,石塘村有来无回,除非他死,我将石头狠狠砸在了他身上,冲上前,揪住了他的衣领,你们这些黑心肝的,一个个满肚子坏水,你们怎么不去死,这三哥长得瘦小,整个人也比我想象中要轻很多,被我这样一拽,一个猎且,险些个人, 被摔倒,敌人的弱小使我更加安心,抬起手,就想打他,他却握住了我的手腕,疼痛瞬间涌上心头,他手上的力气出其地大,仿佛下一秒,就能将我的手腕掰折,我心下一惊,刚刚的气焰已然全无,小丫头,别总说我们坏,人和鬼比起来,至少还有心,鬼可是不管这些的,你就没觉得身上哪不对劲吗,那东西附在你身上, 是为了占你的身体,复活他自己,再不除掉他,你就要死了,见我不信,那老头松了手,一把抓过我的胳膊,将袖口撸了上去,你自己看,冰凉,的胳膊上,指新娘紧紧扒在上面,他的背上,渐渐浮现出淡粉色的纹路,而我的胳膊开始逐渐麻木,他竟是在吸我的血,我慌乱地去甩,用手使劲抠着那纸人, 可他就好像从我身上长出来的皮一样,怎么弄都弄不掉,胳膊已经被我自己抠出了血印子,那指新娘却纹丝不动,怎么办,你不是说你有办法除了他吗,如今唯一的希望,只有眼前这个老头了,我还不想死,你过来,站到剑下来,我走过去,在铜剑下站好,只见这老头蹲下身子,从床底摸出了一个通体漆黑的匣子,匣子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符纸,他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血滴在符纸上,围着我的脚下贴了一圈,嘴里还喃喃念着咒语,外面忽然刮起了大风,猛地将窗户吹开,老头睁着那双只有眼白的眼睛,大喊道,快,抬起胳膊,去撞剑,我立刻抬手,同见锋利的尖端扎在我的胳膊上,女人的尖叫在耳边响起,很快,那指新娘便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我一个剑步就冲了出去,站在门口,紧张地看着这一切,老头口中的咒语, 念得越来越快,符纸燃起蓝色的火光,指新娘几次试图在火中站起来,又倒了下去,最后,火光消失,那指人也不见了,成了,总算是成了,我悄悄迈出脚,正要跑出去,外面却亮了起来,村长带着村民,提着灯,将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三哥,是我大意了,还好你留了一手,这丫头该怎么处置, 老头咳了几下,轻轻抚摸着墙上的剑,声音中带了几分疲惫,我老了,剑不得血腥,你,啊,就别在我院里动手了,一句话,便给我下了死令,村长使了个眼色,几个高大的男人冲上来,按住了我的肩膀,将我向外拖去,你个老不死的狗东西,说话不算话,你会遭报应的,我大骂着,被一个男人捂住了嘴巴, 就在快要被拖出门的时候,屋子里传来了一声惨叫,村长赶忙冲上前,男人们也松开手,返回了屋中,我立刻爬起来,却见那屋子里,纸新娘像杀掉大拳一样,拧掉了三哥的脑袋,这一次,他没有吃掉它,而是鼓足了劲的,钻进了他的身体里,随后,他慢慢抬头,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冲着我们所有人,咧开了嘴,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三哥死了, 村民们都乱了阵脚,有的甚至扔了灯,朝门外跑去,完了,完了,全都完了,村长喃喃着,一步一步向后退去,指新娘露出纸糊的脑袋,借着三哥的身体,一步一扭,往人群中走来,我不再去看这一切,立刻奔向大门,叫门狠狠关上,便头也不回地跑了,女鬼姐姐,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杀了坏人,可就不能杀我了,一路上跌跌撞撞, 我拼命向前跑,心里默念着上天保佑,平平安安,这一次跑了近半个小时,当我再一次站在三哥家的大门前时,心里那根紧绷的弦,彻底断了,鬼打墙,出不去的,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着那句话,石塘村有来无回,除非他死,指新娘没死,石塘村的诅咒就一直存在,没有人可以走出这里, 我柳春花,是侦探娘的倒霉啊,我将眼睛贴在门缝上,偷偷观察着里面的动静,村里的人应该都死了吧,门缝只露出了窄窄的一条,加上天黑,看不清楚,我正努力分辨着,一只眼睛突然贴了上来,没等我惊呼出声,门被打开,村长抓住我的衣服,一把将我扯了进来,院子里死了好几个人, 没有脑袋的三哥被绑在了椅子上,胸口处正插着那把铜剑,椅子周围贴了好多符纸,还活着的几个男人正在动手点燃他们,村长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抬起脚踹在了我的腿弯上,两个男人按住我,让我不得不跪在地上,该死的祸害,老子连儿子都陪进去了,骗你把他带了出来,你这是要害死我们石塘村,害死我们所有人啊,他一个外村人,自然不会管我们的死活,村长, 要我说,连他一起杀了算了,村长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看向铜剑镇压的地方,蓝色的火光已经吸孽,三哥的尸体消失了,椅子上薄薄的纸人四分五裂,铜剑正笔直地立在上面,天佑我石塘,牺牲了那么多人,总算将这祸害彻底除去了,话落,他又看向我,眼神冰冷,至于他,装进麻袋,晨塘吧,凭什么把我晨塘,你们这是在杀人,杀人又如何? 你妈收了我两千块,你这条命本来就是我买来的,更何况因为你,又害死了村里那么多人,晨塘已经算便宜你了,我绝望地抬头,所有人都面色阴沉,冷冷地看着我,他们都想让我死,可这明明就不是我的错,若不是石塘村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阴损勾当,哪里会招来指新娘寻仇? 可现在,他们却试图将一切罪名怪在我头上,用我的死来粉饰太平,我不服,我不干,若是要死,大家就一起死,一个也别活,我侧头狠狠咬在了一个男人的手上,他吃痛松手,我便一个扭身,挣脱了他们的束缚,抓住他,村长大惊失色,但是太晚了,我已经冲到了椅子前,将那把铜箭拔了出来, 咯咯咯,咯咯咯,四周传来了诡异的笑声,那笑声忽远忽近,直让人头皮发麻,如今已是后半夜,天上没有星星,只挂着一轮弯月,昏暗的院落中,所有人都慌了神,起雾了,怎么会起雾,有人尖叫起来,有人痛哭起来,更有人跪在地上,将脸深深埋了下去,夜半大雾,是天要往我食堂啊,食堂村要没了,我们都要死了,哀嚎声中,我看见那只新娘穿着一身火, 火红的嫁衣,从雾里走了出来,他的胸口处破着好大一个窟窿,晃晃悠悠地走到了村长面前,老祖宗守了几代的村子,绝对不能毁在我手里,绝对不能,村长小声呢喃着,在只新娘靠近他的一瞬间,跳了起来,他不知用什么,划破了手腕,血不断涌出,落在了他手中紧紧攥着的符纸上,鲜血浸透了符纸,只新娘的支架掐进了他脖子的同时,他也将符纸贴在了只新娘的胸口, 大雾停了,地上长出了大片藤蔓,缠住了所有人的手脚,有数不清的指人破土而出,拽着藤蔓,试图把大家往地下扯去,而我抱着铜剑,缩在一旁,是院中唯一安全的人,村长和指新娘姜持着,声音沙哑,刘家村的,快,拿剑杀了他,剑我不动,他的声音里又多了几分哀求, 我们放你走,求你拿剑杀了他,石塘村真的要完了,求你了,村民们一边挣扎,一边痛哭,求你了,快杀了他,求你了,我们不想死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和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求你发发善心吧,这女鬼祸害了石塘村几十年,村里的女娃娃都被她吃了,不能让她继续作乱了啊, 我抱着剑,站了起来,这些人刚刚还凶神恶煞,要置我于死地,现在又开始痛哭求饶,只不过短短一瞬间,我就从将死之人,变成了执掌生死的人,其实我是不想救他们的,我没有那么大的善心,更何况他们几次都差点杀了我,可我还是动了一丝侧眼之心,只因他们说那些女娃娃都被指新娘吃了,我不清楚石塘村的情况,但在柳家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 我和我的姐姐们都是一样的命运,我为那些被活埋的女孩子感到痛苦,我不想让这女鬼继续作恶了,我的剑指向了她的脖子,她的脑袋慢慢转了过来,苍白而破烂的直脸上,画着两只刻薄的眼睛,眼眶中有一滴血落了下来,大雾再次蔓延,笼罩了整个村子,我从雾中,走出,扔了手中的剑,鬼打墙消失了,院子里的人也都死了,我不知道走了多久,才走回了柳家村, 走到了我家门口,我弟弟吃着烤土豆,打开门,见到我吓了一跳,鬼啊,妈,妈,鬼回来了,我看向一旁的水缸,水里映出了我的脸,蓬头垢面,沾着许多黏腻的血迹,确实吓人,我妈从屋里跑出来,见到我,一脸震惊,又有些害怕,你不是死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你杀人了?让你失望了?我没死,还活得好好的,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我要是再多干点活,好好表现,她或许就能多看我几眼,可事实却一次一次地打了我的脸,她不爱我,一丝丝的爱意都没有,看到我浑身是血,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我有没有受伤,而是我杀了人, 在她心里,我的命已经被买断了,我应该死在石塘村的,而不是站在这里,我不再看她的表情,大步进了屋,换下了一身脏衣,夜半,我爸醉醺醺地回来,张嘴就是管我妈要钱,你个丧天良的,我没钱,一分钱也没有,这个家你要是不能待,就滚出去,我妈尖叫着,被我爸甩了好几巴掌,那两千块钱,你藏哪了?你说啊,那是我给柱子攒的,你休想从我这拿走? 隔着门缝,我看见他们扭打在一起,我爸抄起椅子,狠狠砸在了他身上,我妈被打了个半死,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爸红着眼睛,踹开了门,一把扯住了我的头发,往墙上磕去,你个赔钱货,居然只换了两千块,不值钱的东西,养你有什么用? 借着酒精,他疯了般地撞我的头,我的脑袋嗡嗡作响,眼前一片模糊,挣扎间,我抽出一旁针线盒里的剪刀,狠狠扎在了他的肚子上,他倒下去的时候,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我妈从地上爬起来,一脸惊恐,手指着我,几乎说不出话,你,你杀了你爸,我冷冷地看向他,他慌慌张张地跑进屋里, 将傻眼的我弟拽起来,抱着他向外跑去,临走时还念叨着,快跑,他是杀人犯,快跑,我爸的尸体倒在一旁,我想出去,却发现门被锁了,只好和那尸体待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迷迷糊糊中,屋外一阵吵闹,是我妈带着村民回来了,就是他,他杀了他爸,我妈推开门,指着地上,身后跟着的村民各个手里拎着铁锹,神情紧张,可让他们没想到的事, 屋子里干干净净,除了我,什么都没有,我看着我妈变换莫测的表情,轻笑,出声,妈,你在说什么呢,该不会是烧糊涂了吧,村子里的人把我妈当成神经病,陆续离开了,他和我弟没地方去,只能回来住,可他每次看见我,眼神都无比怨毒,你这个白眼狼,杀了你爸不承认,还让别人以为是我疯了,他骂着骂着,见我充耳不闻,气得扑上来掐我,就像小时候,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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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气不顺,就要打我,可这次让他失望了,就在他扑过来的时候,我钻住了他的胳膊,用力一甩,便把他推在了地上,念着那一丝生养之恩,纵使他和我弟对我的态度再差,我还是没有起过害他们的心思,直到那天,我趴在钢边摇水,我弟悄悄走到了我身后,狠狠地将我的头按进了水里,快要窒息时,我听见了他的骂声,他才十一岁,可那声音却像地狱里所命地扼闹。 就是你杀了爸爸,你这个坏人,贱人,怎么不去死,宾死之时,我迸发出了极大的力量,反手将他按进了水缸,他呛了水,拼命挣扎,从地里回来的我妈,见到这幅情形,大声尖叫起来,我的儿,随后,他一棍子敲在了我的后脑勺,等我睁开眼时,才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我妈站在一个身穿黑袍的老太太身边,指着我,快,她醒了,她从石塘村回来, 就不对劲,一定是被什么邪碎附身了,胡家婆婆,快想办法除了她,那老太婆神神叨叨地念了几句,和我妈一起把我扔进了一旁的深坑里,泥土一敲一敲地洒下来,我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了,他们要活埋了我,可我现在嘴里被塞了布,全身上下绑得结结实实,除了扭动,没有任何办法,难道这一次,我真的要死了吗? 土腥味充斥着鼻息,模糊间,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是上个世纪的石塘村,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我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穿着破烂的衣衫,胡乱编着两根麻花辫,脏兮兮的脸上满是泪痕,子弹贯穿了她的左腿,她的父母也死在了敌人的刺刀之下,她从尸山里爬出来,遇上了一同逃命的老乡,那是个年过半百的男人, 她带着她一路辗转,于边陲小城落脚,远离了敌人的炮火,可等待她的,是更可怕的噩梦,那个慈眉善目的老男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偷偷爬上了她的床,软软,别出声,她捂住她的嘴巴,亲吻她的眼泪,她说别怕,你以后就算跟着我了,半年后,战火蔓延过来, 老男人带着她,躲进了大山深处的食堂村,将她转手卖给了村子里的异户屠户,随后卷了钱,远走他乡,屠户是个傻子,除了挥刀杀猪,别的都不会,她每次见到软软的时候,都会咧开嘴,嬉嬉地笑,口水滴答滴答地落在手上,她也毫不在意,软软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渐渐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她不再杂麻花辫,开始将头发挽起,留下来,和屠户过起了日子, 傻子又如何,敌人的子弹,不知何时便会瞄准这里,这样的年代,能活下来已是万幸,可不幸的是,屠户死了,她在雨夜里出了门,为了寻找一头跑掉的猪,从山上摔了下去,软软成了村子里最年轻的寡妇,外面战火纷飞,食堂村身处大山之中,宛如避世,村民自己自足,生活还算不错,保暖思淫郁,村子里女人少,男人多,渐渐地, 有人将目光放在了软软身上,一个年轻貌美的寡妇,让她们动起了歪心思,借着帮她做事的缘由,男人们开始变本加厉,一个两个,到最后,屠户的家,基本成了她们发泄恶意的窝点,村里的妇女对她指指点点,泼辣得更是直接冲进她的房间,对她拳打脚踢,孩童们催她,拿石子丢她, 男人们则用黏腻的目光看着她,软软明明什么都没做,她只是没有力气反抗,她只是无处可去,最后,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软软杀了趴在自己身上的那个男人,月色下,她原本平坦的小腹微微隆起,她不知从哪翻出了一件破旧的红色嫁衣,穿上她,拿起剪刀剖开了自己的肚子,她没死在敌人的枪林待雨中, 却死在了同伴深深的恶意之下,石塘村里负责白氏的老人,是三哥的祖父,她的腰间常年挂着一串铃铛,软软死得那晚,怨气极大,撞响了铃铛,她这才明白,石塘村的村民,过火了,为了赶快压住怨气,避免生变,她提议,趁她刚死,赶紧将她埋在村中,一处可以震魂的地方,埋尸时,出了意外,尸体重得要命,怎样都抬不进坑中,老头立刻让村庄, 村中所有人,扎了与自己相似的纸人,不准点睛,随后,通通埋了进去,软软终于被葬了下去,时过境迁,很快,大家就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几十年后,有人意外在地里挖出了一个纸人,那纸人与正常人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可双目处,却破了两个洞,远远瞧着,倒像是一双眼睛,第二日,那人便死了,村子一夜之间,寸草不生,开始逐渐荒废, 村民们想尽办法,都不能让村子恢复原状,三哥翻遍了祖父留下的笔记,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记载,执鬼作祟,处理的方法很简单,也很残忍,要用少女的尸体去喂执鬼,本质上就是以恶制恶,让鬼知道,人心更坏,村长和三哥一拍即合,将此法称之为献计,随着村里女孩的减少,村子渐渐恢复如初,可年复一年,他们发现,执鬼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村民们已经发觉了不对,村里也没有那么多女孩可以献计了,如今只剩下最后一计,那便是将执鬼引出来,杀了他,恰逢那几日,村里一个爆发户的儿子死了, 他求到了三哥那里,让他帮忙配个阴婚,三哥把这件事交给了自己的半个徒弟,大权,阴婚当晚,那东西现身了,只可惜,没能抓住他,但三哥对执鬼的行动也约有了猜测,他打算再一次用阴婚的方式将他引出来,可村子里没有死人了, 村长同村里一户人家有过节,便提议,杀了那人的女儿,假作因婚,他们谋划着,还未等出手,村长的儿子掀起了色欲,那女孩是他的同班同学,他惦记他好久了,得知父亲要杀他,便想着趁他死前,把他搞到手,谁知,意外地坠崖,反倒成全了因婚这件事,再后来,就是配婚失败, 我妈把我卖了过来,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挥舞铁锹的声音还没有结束,泥土已经快将我彻底掩埋,我想,我知道芷新娘为什么会现身了,她是软软,她想救下那些和她一样拥有悲惨命运的女孩,可她忘了,她已经是个鬼魂了,鬼魂的意志和人不同,很多时候,恶念远远超过善念,这也是为什么,她救了我,又想要占据我的身体,我也不知自己哪来的力气,竟正开了绳子, 从泥土中爬了出来,在我妈和老巫婆惊恶的眼神中,我朝他们伸出了手,夜太黑了,似乎可以掩埋一切罪恶,几天后,有上山的村民报了警,说林中发现了两具女尸,村里的人围在村口,窃窃私语,我从人群中走过,柳家村渐渐被我甩在了身后,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噼里啪啦地浇在我身上,打湿了我露出的胳膊,我不动声色地放下了卷起的袖子,没人注意到, 那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层薄薄的纸,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替魂女,我是惠英,从小体弱,只能认鬼为母保命,霸凌者不知死活,闯进我家,气死奶奶,为谢奋复仇,我请鬼母相助,起料,鬼母不到一天就露出马脚,燕燕,借你的身子用用,笑死,身子给你, 我不就成体魂女,无命可活了,开学返校,奶奶未让我跟室友搞好关系,连夜熬制了一大瓶牛肉酱,给我带走,燕燕,这牛肉酱是咱们家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你到学校,记得跟同学分享,不要吃毒食,奶奶一边笨拙地装酱,一边细心嘱咐我,奶奶熬的牛肉酱,是我们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吃, 每次熬牛肉酱都飘香十里,邻居一闻便知是奶奶的手艺,但由于生活拮据,奶奶并不常做牛肉酱,她省吃俭用的钱都给我换成了学费和生活费,这次做酱,花了奶奶几百块养老钱,她凌晨就去街上买新鲜牛肉,就连辣椒都是一根根筛选出来的,熬制牛肉酱时,奶奶也出了棋的认真,她全程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生怕灰尘落进去, 让我遭事有埋怨,但就是这样一份诚意满满的牛肉酱,竟然成为了室友嘲笑我寒酸的武器,丁燕燕,什么东西,快扔了,难闻死了,白酒捂着鼻子,满脸嫌弃,果然是农村出来的,从头到脚都带着寒酸味,拿这么恶心的东西不觉得丢人吗? 我张口正要解释,却不料被另一位室友林晴抢先一步,她夺走了我手里的牛肉酱,毫不犹豫,尽数倒在了我头上,辛辣的酱料迅速钻定我眼睛,让我不禁吃痛,好辣,好疼,我试图用手巴拉掉酱料,可刚抬手就被白酒阻止住,她和林晴强按住我的手,边笑边举着手机,别动,这样才好看,哈哈,太好玩了, 她的脸被腊成了大猪头,我浑身势不上力,眼睛被辣椒啄得生疼,不断分泌出泪水,放开我,放开我,这是我奶奶送给你们吃的,你们不喜欢也不至于这样吧,一想到奶奶认真准备的牛肉酱,被他们糟蹋成这样,我就满腹委屈,白酒听到我的声音后,继而大声轻笑,什么东西啊,就敢拿给我们吃,连晴也接话,我家狗都嫌弃这玩意儿,快别恶心我了,说完, 林晴又举着一杯热水泼在了我脸上,辣椒和热水引起的灼烫感让我痛苦万分,我挣扎着想要离开这里,却被他俩一起死死擒住胳膊,不准走,这样才好玩,白酒挑着眉,眼神里带有若有若无的兴奋着只见他激笑着指了指站在门口的萧雅,你,过来,我和萧雅是好朋友,这学期分宿设时,我俩特意选了同一间,没成想一起坠入了狼窝,萧雅被这阵仗吓, 她坏了,浑身只打哆嗦,只听她颤颤微微地说,我什么都没看见,听到萧雅这句话,我顿感心寒,以往我可没有少帮她,她生病时,都是我背着她去医院,说实话,我不求她对我千好万好,只要别冷眼旁观就行,可如今,她的举动让我被感失望,过来,继续倒水,林晴大声说着,萧雅是听话的,虽然动作慢了些, 但她还是蠕动着走了过来,然后将一盆热水狠狠泼在我脸上,泼完之后,萧雅急急转身,不敢直视我,我的脸像烫熟的虾一样,密密麻麻,全是紧绷的痛感,但更难受的,还是要数心理,一种说不上来的失落营绕在我心底,像一根莫名竖起的刺,左右不得,这场闹剧,最终以灵情和白酒地离开收尾, 一日,我找辅导员提出换宿舍,可我的请求却换来她不耐烦的教导,学校宿舍紧张,目前换不了宿舍,不是我说,就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值当你一趟一趟来,和同学要有好相处,别人都能做到,就你做不到,肯定是你有问题,辅导员说得口干舌燥,后将我赶了出去,我的解释,在她看来,就是强词夺理,没办法,既然搬不走,那就只能想办法躲开, 我找了一份校外兼职的工作,每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工作时间,为了减少与白酒和灵情碰头,我还故意往后延了一个小时,等他们都呼呼大睡后,我才敢捏手捏脚回去,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第二次霸凌,丁燕燕,你整天回来那么晚,该不会在外面有金主吧,白酒挽着胳膊,脸上细血感明显,要我说,还上什么大学呀,直接让金主养你,不就行了? 灵情摇头晃脑,故作一副滑稽样,引来全般的轰然大笑,我咽咽口水,嘴角慌到颤抖,正当我不知怎么办的时候,白酒突然趴在我耳朵旁,小声说道,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给我,我就停,我这里有你洗澡的照片,高像素拍的,特别清晰,要是不怕,什么? 我脑子轰隆一阵,仿佛陷入了空白,我没想到白酒这么无耻,他竟然偷拍我洗澡的照片,巨大的无措感裹挟着我,让我手忙脚乱,我不知道点了键盘上几个数字,只知道最后余额为零,好几个月的工资瞬间化为乌有,我甚至来不及,心疼,白酒看到转账金额后,先是一簇眉,再是冷嘲热讽, 穷到家了,下次继续,不满意,我就打印照片楼,我浑身僵化,在原地调整了好久,才缓过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已经尽可能地躲开了,可还是避之不及,怎么办,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不断拉长工作和学习的时间,用劳累来麻痹自己,我本以为,这样的方式能让我平安无事,直到,我接到老家村长的来电,他操着一口香音,燕燕,你奶奶不行了,再不回来, 就见不到了,我奶奶好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不行,一问来不及问出口,我就直奔回家的方向,到家时,奶奶已经没气了,一进门,老村长就劈头盖脸指责我,你在学校干什么了,把你奶奶气成这样,你这白眼狼,要我说,你奶奶就不甘养你,我的悲痛都还来不及消化,就要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指责,我带着哭腔,问到底怎么回事,老村长直接甩给我几张照片,哪个正经人会拍摄, 这种照片,你真是丢死人了,亏你奶奶从小就教你做人的道理,白瞎了,老村长气愤地一甩手离开了,剩我一人,原理物理,这个照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张照片正是白酒威胁我的那一张,可他不知道我老家地址呀,知道我家地址的只有,思索中,我的手机铃声响起,正是该死的白酒, 电话里他似乎正春风得意,丁燕燕,看到照片了吧,拍得好看吧,你奶奶可比你大方多了,一出手就是两万,奶奶手里确实有两万的积蓄,他也向我提起过,那是他给我攒的价状钱,他说不能让我被别人看不起,别人有的我也得有,那两万块,是他每天捡瓶子一点点攒起来的, 你不知道他看到那张照片时,差点吓死,他说你丢了清白,这下可怎么办,他说他愿意买下这张照片,只要不影响你的未来,我握紧声筒,咬牙切齿问,然后呢,那边声音欢快,然后我就把那张照片卖给他了,电子板我还留着,你想要也得给钱熬,对了,是萧雅带我去你家的,你家太难找了,没个带路人可不行,我曾经带萧雅回过家,那次奶奶像过年一样, 准备了很丰盛的午饭,生怕招待不周,萧雅当时很捧场,一口气吃了两碗饭,还夸我奶奶做饭,香,没想到,曾经的温情如今竟然化为一把刺向奶奶的利刃,请客间夺走了奶奶的性命,我悔呀,我也恨呀,那是我从小相依为命的奶奶呀,是最疼爱我的奶奶呀,别人都不要我时,是奶奶站出来收养了我,家里穷,是她一毛一毛的省,一块一块的攒,把我送进了大学, 可如今,我还没有尽孝,她就走了,这让我如何接受,一股强烈的痛意将我笼罩其中,就连呼吸都蔓延出些欣慰,我强自镇定安葬了奶奶,安葬现场,白酒又打来电话,她声音依旧雀跃,丁燕燕,听说你奶奶死了,真是让人心疼,可没办法,谁让你客亲呢? 活该,我攥紧手掌,耐心聆听那边的一动一静,你们会后悔的,马上,挂完电话,我回到了老家的小院里,奶奶心善,家里种满了各种果树,每到收获的季节,她总是喊全村的小孩来吃,家里在困难,有要饭的身碗,她从来没拒绝过,还有,我当初是被扔在坟场周边的,大家都嫌晦气,没人敢收养, 只有奶奶义无反顾站了出来,大概是我被扔在坟场的缘故,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后来奶奶听了表叔的话,认了早亡的女人,给我当母亲,奶奶说过,鬼母也是母,需得好好伺候,不能有半分的马虎,她给鬼母立了牌位,逢年过节,还让我磕头是礼,我知道,鬼母的牌位是有机关的,当时,表叔指我奶奶良善,怕我奶奶遇到不歹,特意给牌位留了机关,若是有难, 刻意指尖血为印,图于牌位后方,鬼母即出位,如今想来,我一一照做,我要报仇,我不要再做别人掌中的玩物和逆来顺受的羔羊,指尖血在牌位上一点点融化散开,勾勒出一张清秀的人脸和纤细的四肢,随着一缕轻音升起,女鬼缓步走到我面前,她表情桀骜中,带有一丝不屑,小不点,就是你认我当鬼母的,我点头,内心像同时打了几张小鼓,第一次见鬼, 有点紧张,看我拘谨的模样,女鬼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胆子这么小,还敢把我请出来,不怕我把你杀了,我低声回话,我和奶奶对你那么好,你要是对我动了杀心,那可真是坏了良心,文言,女鬼笑容更浓烈了,笑完后,她伸出手,在我手掌上写出一个柳字,以后叫我小柳, 这次找我什么事,她探着头问我,我抽气着,一五一时将白酒欺负我的经过,讲清楚,本以为她能同情我的遭遇,安慰我几句,熟了,我刚讲完,她就冷笑不断,怂包,你奶奶就是太善良,把你教的一点劣性都没了,我很瞪她一眼,表示不满,别说我奶奶,我奶奶是世上最好的人,小柳这才打住,她又伸出一根手指, 一天后,我灵力恢复,到时候再帮你收拾白酒,在此之前,我不能离开这个家,你就用这根头发跟我联系,说着,她拽下头上一根黑发系成圈,戴在我手腕上,动作结束,辅导员电话打来,丁燕燕,你不想毕业了,毕业论文还不教,我毕业论文早教了,难道又是白酒搞的鬼,丁燕燕,今天下午要是再教不上毕业论文,你就等着言辟吧。 辅导员怕一声挂了电话,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顺利毕业,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养活自己,要是让她知道我被言辟肯定要大发雷霆,纠结再三,我还是选择回学校,可等我推开宿舍门后,才发现自己又中了白酒的圈套,宿舍地上密密麻麻铺满了纸人,我每走一步,鞋子上就粘上一个纸人,小小的纸人,却力大无穷,将人牢牢控制住,动弹不了一点,更要命中, 我刚走进宿舍,宿舍门就迅速被纸人顶住,再也没有一点缝隙,想飞出去都难,丁燕燕,谁也就不了你,白酒的声音从外传来,听起来无比阴冷,像是来自地狱的困兽,等死吧,被纸人沾上三小时后,就会吐血而亡,白酒的每一句话,都像死亡咒语般,让人绝望,也是在这一刻,我才理解什么叫万念俱灰, 鬼母一天后才能出来帮我报仇,现在我孤立无援,怕是只有等死的份了,我摇头哑笑,是啊,我斗不过她的,她永远是胜利者,而我只配失败,此刻,我眼睛酸胀得越来越厉害,浑身上下像被烈火灼伤了般,辗转的痛意来回翻涌,就连喉咙里也是满满的血腥味,腔的人难受, 我想,我大概快见到奶奶了,真好,我又可以见到那个小老太了,这次说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的眼皮越来越沉,人生似乎也走到了陨落的尽头,可就在我意识剥离的最后一刻,一道清脆的声音唤醒了我,是小柳,我的鬼母,艳艳,坚持住,这是指人震,指人怕水,快找水,后面的话,我听不太清,只是身体突然有了一丝动力,我挣扎着向前涌动,用尽全力, 碰倒了桌上的一瓶水,水哗啦一声倾泻而下,焦落在指人身上,指人的力量瞬间变小,灼烫感一点点消失,我的脚也渐渐松动,这还不够,指人还会卷土重来,你需要很多水,小柳的声音通过发丝传来,不断指引着我,我亮呛着步子爬到宿舍水池,拧开了水管,一股急流直下,将还有余力的指人彻底泡死,不一会儿功夫,宿舍里的指人便全军覆没, 危险消失,我刚稍微松口气,就听宿舍门响了,灵晴被人一把推了进来,只是她脸上毫无血色,像是被人夺了舍,你要干什么,我警惕地问,灵晴没答,双脚机械般抬起又落下,直直冲向我,丁燕燕,我说过,谁也就不了你,白酒的声音从外边飘来,紧张感降临,手上的发丝再次紧绷, 是小柳在提醒我,这是活指人,活人现在只是傀儡,真正操控她的是趴在背上的指人,指人操控她的同时,还会一点点吸干净她身上的阳气,怪不得,灵晴脸上血色全无,原来是被吸了阳气,白酒针是个狠角色,连自己最忠心的泥腿子都不放过,燕燕,要想活命,你必须拔掉她背上的指人, 正说着,灵晴已经步步逼近了我,她的手掌突然紧紧扣在我的脖子上,我躲都来不及,灵晴的手掌再一点点收紧,我被掐得喘不过气,仿佛下一刻就能见了阎望,与此同时,小柳的声音不断在我耳盼回荡,拔掉她背上的指人,快点,我的手在空中来回扑腾,终于在最后一刻抓住了灵晴背上的指人,但指人就像是被死死嵌在灵晴背上一样,任凭我怎么抓呢, 她脑都纹丝不动地就在我即将要放弃时,脑海里竟不由浮现出奶奶的身影,她关切地看着我,燕燕,坚持住,再差一点就能拔掉了,还记得小时候挖土豆吗?你总是抱怨日头太晒,不想动,我都是哄你,再差一点点就干完了,奶奶的声音很软,听起来似乎近在咫尺,但却再也触摸不到了,我含着泪呢喃,奶奶,我想你了,滚烫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也一下子让我惊醒, 再睁眼,我的手还紧紧握着那个现在灵晴皮肉深处的指人,我咬牙,像小时候挖土豆那样将她一点点拔了出来,指人被拔出来后,灵晴身体瞬间松垮下来,刚才死死掐我脖子的手像藤条一样狠狠坠在地上,片刻后,灵晴才缓缓苏醒过来,她捂着心口,说难受,让我赶紧送她去医院, 丁燕燕,对不起,之前是我错了,我求你送我去医院,我有心脏病,灵晴虚弱不堪地哀求我,但我也爱莫能助,我的手机被水泡坏了,现在一通电话都拨不出去,线下,我们宿舍又被白酒关得严严实实,苍蝇都飞不出去,更别说我了,我倒是想喊人来帮忙,可是我喉咙顿痛无比, 一句大音量的话都讲不出来,丁燕燕,救救我,灵晴拉着我的手,表情隐隐有了绝望的态势,可回想起她和白酒作恶的种种,我的同情心再也泛滥不起来,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得到同情,我不会就害死奶奶的坏人,即便悔悟,也改变不了他们伤害奶奶的事实,灵晴这种结局,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丁燕燕,我都跟你道歉了,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灵晴不解说道,我冷哼一声,帮她回忆起了她的罪行,我奶奶,七十岁,本该一样天年的年纪,却因你和白酒的欺诈而活活气死,道歉有用吗?道歉能让我奶奶活过来吗?要不是你跟白酒闹掰?现在或许还在一起想着法子折磨我吧,灵晴垂下头,漠不作声,不一会儿便气息奄奄,我跟随奶奶这二十年里,只学会了善,被别人骂时,奶奶说忍一忍,被别人打 奶奶还说忍一忍,在奶奶看来,忍就是善,多年来,我秉承这一点,受了一次又一次欺负,没关系,这都没关系,哪怕让我跪着求饶,我也甘心如此,只要奶奶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只要我失落时,能得到奶奶的安慰就行, 可偏偏,曾经最平常的生活如今成了最大的奢侈,我奶奶死了,我的天,她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我现在不想善良,更不想忍了,我最终还是推开了灵晴求救的手,冷漠地欣赏了她的死亡,我才发现,原来坏人临死时也会有不舍啊,难以想象,奶奶临终前最后一刻该是如何地牵肠挂肚,她一定在惦念我这个不成器的孙女吧,压抑已久地悲痛,又一次涌上了, 让人难受到反胃,我哇哇大吐的空隙,宿舍里生起了浓烟,不用想,也知道是白酒做的,她想将我活活烧死在这里,这女人简直很到家了,不过,这回我可就不让着她了,我抓起灵晴的尸体,堵住了门口的浓烟,然后将水龙头的阀门开到最大,又把床单被褥全部打湿,裹在自己身上,尽管如此,还是抵不过火势凶猛,宿舍内请客间火光滔天, 浓烟一阵接一阵,枪得我直咳嗽,我用湿毛巾捂紧自己鼻子,但这也是一时之策,烈火无情,迟早会烧到我这里,即便我做了错失,也有被浓烟枪死的可能性,正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手腕上的发丝松动,小柳的声音传来,燕燕,别着急,我有办法能帮你,奇怪,她似乎能精准地观察到我的一举一动,我皱眉,等待小柳所谓的办法,虽然我现在单独出不去, 但是我可以见你身,前提是你愿意让我见你身,见我不出声,她又急忙补充,只要我见了你的身,你就拥有了灵力,到时候你想怎么报仇,都可以,文言,我不由讥笑,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今天搞这么大阵仗,不就是为了铺垫这个吗? 可我依旧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满口答应下来,真的吗,那我愿意让你借我身,小柳那边明显欣喜若狂,她甚至迫不及待要开始自己的操作,燕燕,一会儿你可能会稍微有点疼,你先忍忍,说着,我手腕上的发丝便开始剧烈摇晃起来,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传来一阵阵思痛感,仿佛我整个人都要被分裂开, 小柳这只鬼挺贴心的,她还知道安慰我,忍忍啊,燕燕,很快就好了,她太兴奋了,语气里的喜悦都毫不掩饰,让人听着厌烦至极,一只鬼,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眼看小柳就要占据我的身体,我瞅准时机,啪一声拽断了手上的黑发丝,一把扔进了火光里,大火霹雳啪啦,烧了几秒钟后,迅速湮灭,我知道,小柳其实一直跟着我, 她就藏在黑发丝里,这场火本就非同寻常,用水根本就灭不掉,最好的方法就是以鬼计火,几分钟后,小柳被烧得只剩半个残影,很快就要灰飞烟灭了,燕燕,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可是你的鬼母啊,她语气哀怨,诉说着不满,我挑眉,扔掉裹在身上水漉漉的棉被床单,鬼母,别自欺欺人了,这世上根本没有鬼母,所谓的鬼母只是表叔拿来欺骗奶奶的借口, 目的是让我和你剃魂,十几年前,表叔曾有一段婚外情,那个婚外情的主角就是小柳,二人感情深厚,差点就登记结婚,临门一脚时,小柳却出了车祸,死无全尸,悲痛欲绝的表叔从此前心倒数,只为复活小柳,我三岁那年,表叔意外得知了我的八字,仔细看算后,他发现我体质特殊,最适合剃魂,剃魂 就是让已死之人的魂钻入活人体内,一个活体只能有一魂,一魂进,则一魂出,剃魂的步骤相当复杂,不仅需要测算出来剃魂的日期,提高剃魂成功率,还要争得活主的同意,只有活主心甘情愿答应,剃魂一事才能正常进行 所以,才有了今天表叔精心设计的一切,十八年前,表叔就算出今天是绝佳的替魂日,为了我这具身体,他哄骗奶奶,供奉小柳为鬼母 实则是为了监视我,怕别人截足先登 十八年后,他又买通了白酒和辅导员,几人联合演了一场霸凌的好戏 先是一次次将我逼入绝境,再利用我复仇的念头,拉近我和小柳的关系,给小柳占据我的身体,创造良机 真不愧是恶人,一步步,机关算尽,但凡我粗心大意一点,今天我的身体就彻底沦为他人皮囊了 外面天色渐暗,这场戏也到了收尾时刻,我抬头望了望宿舍窗户上隐蔽的摄像头 证据都在里面了吧,这是表婶让我在宿舍偷偷装下的 当年,小柳意外身亡后,表叔便离了家,留下一双儿女给表婶自己养活 一个女人要顶着闲言碎语,撑起一个家,谈何容易,表婶她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怨恨呢 她又怎么可能会让表叔和小柳成双成对呢 所以两天前,她探听到表叔的计划后,便火急火燎找到了我 念念,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那时我还沉浸在失去奶奶的巨大痛苦中 当得知奶奶的死与这么一场阴谋相关后,我也惊了 我奶奶那么善良的一个老太太,却要丧命为一个野鬼让路 简直讽刺,也是在那一刻,我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伤害奶奶的人都必须得到报应 于是我毫不犹豫参与到表婶的计划当中 想必此时,表婶已经为我报了警,就等警察叔叔来收网了 静待片刻后,警察叔叔如约而至,他们快速抓住了白酒 表叔,辅导员三人,并将我解救了出来 表叔被带走时,情绪异常激动,他嘴里一遍遍叫着 小柳怎么没活过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小柳,我等你回来,看着他那副神志不清的样子 我不由和身旁的警察叔叔泛起嘀咕 我表叔可是精通封建迷信那一套,不会让他钻控逃了吧 警察叔叔淡定回我,放心,我没有特制的手铐 孙猴子来了,都逃不了,送走警察 小柳妈妈找到了我,她说小柳已经失联好几天了 不会出事了吧,我没有安慰这位可怜的母亲 因为我知道,小柳就是出事了 而且,还是大事,还记得宿舍里围攻我的指人吗 她真实的名字其实是古人 指人,只不过是美化后的戏称 小柳这个人就是太蠢了 我曾提醒她多次,不要和白酒这种性情不定的人有交集 不然总有一天会霍灵其身 可萧雅不听啊,她辱骂我 说我就是嫉妒她交到白酒这么好的朋友 她还让我滚蛋,不要耽误她宝贵的时间 不得不说,白酒确实对萧雅挺好的 不仅把她杀了,还把骨头也挑出来 做成了指人,工人观赏 阿姨,你可以申请跟那些指人做一下亲自鉴定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我顺手指了指警方离开的方向 萧雅妈妈的脸都下白了 大惊失色在她身上全是得淋漓尽致 萧雅,怎么可能她念叨着 顺着墙角晕了过去 几天后,亲自鉴定结果出来 萧雅妈妈当场疯了 听说在夜里跳了河,再没上来过 毕业后,表沈邀请我去她的公司上班 表沈是个女强人 自己白手起家打拼下一番事业 她对我疼爱有加 事如己出,不仅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岗位 还让我住进她的大别墅 晚饭时,聊起我从小被人遗弃 一直跟着奶奶相依为命地遭遇时 表沈心疼地掉起了眼泪 燕燕,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妈妈 保母王妈也在一旁附和 燕燕,想什么呢 快叫妈妈呀 我愣睁了一瞬,脑子一片空白 从济世起,我就没有妈妈 小伙伴因此不知道嘲笑了我多少回 没妈生 没妈养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每每听到这些 我都闷闷不乐 奶奶知道后 就会给我蒸一碗好吃的鸡蛋羹 送来安抚我 燕燕有奶奶 奶奶养燕燕 我们燕燕才不是草 我们燕燕是一朵小花 小老太太总有本事 把我哄得没开眼笑 不得不承认 她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无二人选 那生妈,我终究还是没叫出口 饭桌上的气氛降至冰点 王妈打着圆场 来回劝酒 我喝得最多 脑子感觉昏昏沉沉 便趴在桌子上闭眼休息 意识模糊中 我听到表婶担忧地说道 家家死了两年了 这是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 千万不能失败啊 王妈接话 妇人不要担心 小姐这次一定能复活 有的是办法 让丁燕燕心甘情愿 把身体让给小姐 表婶叹口气 帮我找找好大师 我要尽快复活家家 一刻都不想多等 你不知道我看她 待在那个破坛子里 有多难受 都怪先生 非要先复活外面 那个死贱人 要是没她搅局 小姐早就活过来了 王妈恨恨说道 听到这里 我感到寒意从生 原来 他们两口子 各有鬼胎 没一个好东西 我刻意眯紧了眼 正准备继续不动声色地 偷听他们的对话时 王妈森冷的声音 突然传来 夫人 她醒了 空气凝制了几秒 我也不装了 起身就想跑 磕腿还没离开椅子 我就被王妈 用绳子缠住了 表婶表情玩味 悠悠说道 燕燕 本来我还想继续感化你 让你心甘情愿地替魂 现在看来 没有必要了 王妈 不用选日子了 动手吧 我查过资料 替魂还有第二种方法 这种方法 不用选日子 不用等活体 心甘情愿 只需要将活体的魂生生打出来 再将另外一人的魂塞进去即可 但这种方法惨无人道 成功率低 极少人会用 看来 他们是准备豁出去了 王妈将我捆绑好 后 抱来了一个骨灰坛 摆在我身体前方 可骨灰坛刚放下 就突然破碎 一股无端火焰 瞬间燃烧在空中 将寄居在里面的魂 烧得一干二净 表婶和王妈 见此情景都慌张不已 他们尖叫着去抢救那旅魂 可却为时晚矣 表婶女儿的魂彻底消失 再也没有复活的可能性 反应过来后 表婶惊诧地问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只是用了些手段来保护自己 罢了 昨天 我去了一趟寺庙 庙里的师父说我命属阴 一遭不测 让我随身携带香灰 以备不时之用 师父说香火灰洗灼 什么脏东西都进不了我的身 所以才导致了骨灰坛崩裂 和表婶女儿浑灭 复活梦彻底破碎 表婶情绪失控 冲上来就要抽打我 我一个闪身 恰好躲开 下一秒 我割断绳子 拿起手机对准她 表婶 你是不是想上明天新闻头版头条 标题我都想好了 震惊 女企业家复活爱女 胃果 静下手殴打少女 听我这么说 王妈急忙拉开了表婶 夫人 生意要紧 不用跟这种小人置气 这句话把我气笑了 我正当防身 难道是小人行为 懒得理会他们主仆的斥责咒骂 我拿着包连夜离开了别墅 一个月后 我找到了工作 开始了新生活 除此之外 我还常梦到奶奶 她依旧是那副慈爱的模样 看见我总是嘘寒问暖 奶奶的爱 仿佛从未离开 而我也会带着这份特殊的爱 勇敢无畏地好好活下去 二十四年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